字幕翻譯 可以開始今天的節目 各位大家好 大家記得like share 及Subscribe 新城財经台的youtube频道 另外財经直播的Facebook专页 也需要like 直播室有Johnny, 也有師傅 黃師傅, 你好 Johnny 你好, 大家好 先跟大家说说今天的大市情况 又要从昨晚说起 因为昨晚美国方面比较重要的数据 包括CPI 还有联署局的议息会议 以及会后声明 还有点阵图都出来了 可以说大家翘首以盼的东西都出来了 今天回来市场反应也不错 恒生指数也叫做高开高走 好了 师傅 昨晚发生这么多事 说一下你的看法和对大市的影响 是的 正如你所说 由昨晚开始说起 昨天联署局开会议息 议息结果一如如期维持利率不变 另外也公布了5月份美国的通胀数据 5月份的消费物价指数年率就放慢到3.3% 就低于市场预期的3.4% 核心通胀如果按月来说 就持平没有升没有跌 比市场预期的0.1%升幅低了 也都低于月率 就低于4月份的0.3% 而剔除食品和能源成本的核心CPI 5月份按年就增长3.4% 也都低于市场预期的3.5% 和4月份的3.6% 而按月核心CPI就增长0.2% 低于市场预期的0.3%的增幅 所以CPI的数据应该都是属于利好的 不过鲍威尔也都再次说 重新美国的通胀呢 控制通胀是取得进展 但是呢 仍然没有足够信心就开始减息 而利率的点阵图呢 那个dot plot 就显示联储局官员呢 预计今年底联邦基金利率呢 就是5.1厘 那就是意味呢 今年只会减息一次 就比之前3月的时候呢 因为他每3个月就update一次 那个利率点阵图嘛 就比当时的预计就少了两次了 而明年底的利率呢 就预测会是降到4.1厘 减息的次数呢 就四次 而2026年呢 年底的那个利率预测呢 就维持在3.1厘不变 所以呢 昨晚这两样东西呢 我就会觉得是 其实都有一点mixed的 苏据就显示过通胀 是 好似鲍威尔所说的 控制通胀是取得进展的 但是呢 因为联储局定的那个目标呢 是2个% 那现在3.3个% 还有很远啊 2个% 超过1个百分点 所以呢 正如鲍威尔所说 就还没有足够信心呢 去开始减息 但我今天呢 看回一些分析报道呢 就说市场预计9月呢 减息呢 可能性呢 就升温的 市场 要想我们没有办法阻止啦 其实如果你看回 CPI和那个放缓的趋势 都是很慢的 缓慢地放缓 加上鲍威尔的口风呢 其实9月减息的机会 是不是真的这么高呢 我觉得就不是的 不过市场是这么想 就由它想咯 那么美股呢 最近我们看到一些 其实 有没有减息的预期 升温或者降温呢 美股 科技股最近都是强势的了 主要AI的利好因素 还是承托着之前就是NVIDIA 最近呢 就轮到Apple 受这个AI那个利好因素推动 上升 昨晚它的市值呢 就再次是超越 微软 成为这个市值最大的 一只美股 所以昨晚标普500指数 和纳指呢 又再创历史新高 那今天呢 都带动到我们港股 是高开 是恒指呢 就高开166点 重上回18000点 但是之后呢 升幅就一度收窄 并且是再度失守过18000的 最低就看到17972 不过下午呢 这个升势又再度扩大了 恒指最后收报18113 升了175点 升幅呢 就接近百分之一 不过成交呢 他昨天呢 就略为减少了 今天成交只有1073亿而已 国指今天呢 就收报6422点 升63点 升幅也是接近百分之一 科指呢 今天就收3739 升了48点 升幅百分之1.3 主要内地股市方面呢 今天呢 就 护心股市是小幅下跌的 上证中指收报3028 跌9点 跌0.3 深淨成绩呢 就收报92806点 跌63点 跌0.7 护心两市加上的成交呢 就是七千五百二十几亿 比上天呢 就增加了六百亿左右 嗯 师傅 恒指呢 现在继续在调整 但是今天呢 看到他连十天线呢 都上不回去 到底下一步 我们应该又拿着些什么位呢 是不是和昨天一样呢 如果从近几天的图来看 似乎十字星是居多的 证明呢 就是说 下面的购买力 还有到一万八千点的附近 资金就会买起 那些点位我们怎么去把握呢 好 没错 那么十字星呢 就是代表低位有买盘呢 就是叫做买回 但是呢 也要另一方面看成交 成交呢 就这两天就是缩减了 尤其是今天 升市升了一百七十几点 但是成交呢 反而是降到一千零七十三亿 那些年纪的成交量呢 都 是 少了的 今天的 恒指的那个期指呢 成交都不够八万张 那呢 那呢 我看呢 接下来都是 仍然可能 有机会再 要考研五十天线 因爲老难 吉他今天 是第一次下试 还有曾经下破五十天线 那些五十天线呢 正正在升 现在ayats 每天大概创三十几点的速度上升 今天五十天線就去到一萬七千九 明天就一萬七千九百三 再過幾天以這樣的上升速度 就會升到到一萬八點 所以到時候一萬八點也是一個很關鍵的位置 如果再跌穿一萬八點 第一 一個一萬八一個心理關口 第二就是五十天線如果升到一萬八 而跌穿一萬八就會是跌穿那條五十天線 都怕含止可能的調整 既然都已經跌穿十天二十天線 還有下市的五十天線 會不會進一步下市的二百五十天線呢 這個還未完全排除那個可能性 不怕一萬最怕萬一 二百五十天線大概是一萬七千六的位置 嗯 先看著一萬八 即一萬七千九 一萬八個五十天線的位置 再向下望就看一萬七千六 而向上暫時就不要看那麼高 上邊的十天線就在一萬八千二的位置 今天其實都輕輕接差一點 還有一個下跌列口介乎一萬八千三百零二點 到一萬八千二百七十七點 搞得好這兩個我們才再進一步看一萬八千五 何師傅 是 沒錯 好了 至於科子方面 都和大家看看 今天科子反彈的力度都大 但是始終受制住條十天線 它現在的波動區間介乎在五十天和一百天之間 它還顯得更加窄 是的 它的平均線的排列和恒子有一點不一樣 恒子就是二百五十天線在五十天線下面 剛才不是說過恒子的二百五十天線就是一萬七千六 而五十天線就在一萬七千九百多 但是科子的二百五十天線就在五十天線上面 也看到自從在上個星期五跌穿了一條二百五十天線之後 到今天為止都還沒有上一條二百五十天線 科子的二百五十天線現在就在三七八五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短期的阻力位 這兩天其實科子都曾經是下破了一條五十天線的 科子的五十天線現在就在三七一九 你當是三七二零 今天曾經是低位見過三六九七的 所以科子是否可以站穩手穩的五十天線 也有待觀察和恒子一樣 整體上今天什麼板塊會做得好呢 包括互聯網板塊 特別是蘋果概念股做得好 還有汽車板塊也做得好 汽車股當然和歐洲方面的徵稅 有一定的關係 有些項目就算過沒有之前說的那麼多 甚至乎對比亞迪方面 是加徵17.4% 比市場預期要少 所以都看到汽車股有所反彈 另外這個手機配件股 繼續炒回蘋果概念 師傅 謝謝優太科技 昨晚你就推介了 今天可以看上個月的出貨數據表現都很好 是啊 昨天我們就說他都晚了 昨天六點鐘才出貨數據 如果看回今年五月他的手機攝像頭模組的出貨量 就是3,924萬件 同比和去年同期比例 就增長了35% 環比四月份就跌少少 跌3.8% 主要就是低解像素的攝像頭模組 就按月的跌幅比較大 就是3,200萬像素以下的攝像頭模組 五月份的出貨量就是1,880萬件 同比都升9.3% 但是環比四月份就跌14.6% 至於高解像素那些 現在它是中高端的 昨天我們推出的時候就說他現在 是著力發展這些3,200萬像素以上的攝像頭模組 五月份的出貨量是2,043萬件 同比大幅增長72.5% 環比四月份都增長8.8% 你記不記得呢 昨天我們說到3,200萬像素以上的攝像頭模組 現在佔它整體的手機攝像頭模組 出貨量的佔比在四月是多少 記不記得呢 超過一半的我記得是嗎 你不說超過一半 都不會說你 無心聽書 將來你不肯定的時候 你就說接近一半就包沒有錯了 30%都可以說接近一半 超過一半就一定是要高過50%才叫做超過一半 接近 接近 昨天我們說四月份 它的中高端攝像頭模組的出貨佔比 是達到46% 比去年年尾的時候 41.6%提升了4.4% 好了 五月份的佔比是多少 五月份就這樣看已經超過一半了 因為三千二百萬像素 是有二千萬件的師傅 是啊 佔了 因為它總出貨量都是三千九百二十四萬件 那你二千萬件是超過五成 這個也都 因為它在四月的時候都提到 這些高解像素的攝像頭模組 那個出貨佔比 不斷提升是有助它那個ASP 它那個平均售價 產品的平均售價呢 可以是繼續回升的 那這個是對它有利 那就至於這個 其他的那些 有什麼亮點呢 比如說 平下指紋識別模組呢 它在五月份呢 都出貨量有七百六十八萬件 同比呢 就升了百分之四十五點八 還比四月份呢 都升百分之十二點五 那另外呢 超升波的指紋識別模組呢 這個應該是 就是今年才有才出的 所以去年五月比較 就沒有同比的數字 只有這個還比四月的數字 都很厲害的 因為它的五月份 超升波指紋識別模組的 出貨量就是十二萬五千件 就比四月份還比呢 是升了百分之一百四十八的 嗯 好 師傅 這個就是優太科技 我們繼續 待會就幫大家去看看 今晚師傅推介什麼版塊 有沒有提示 師傅 一句說話給大家選 是 怎麼漏得它 怎麼漏得它 1415 不是啊 怎麼漏得它 蘋果 1415個圖漂亮 師傅 一會兒結晶 看看你猜得對不對 我們不如說一下新鮮熱難 周大福在收市後公佈了 他們截至到三月底子的年度的業績 好 今天周大福的股價是9.46 亦都接近之前的低位 低位在昨天創出來的星期三最低過9.27 亦都是超過一年的新低 看看幾時的新低 是2021年4月9日以來的低位 看回數據 師傅 今年在頭兩個月的零售值 按年下跌20.2% 亦公佈了年度業績的順利 按年增加20.7% 去到六十四億九千九百萬 即是接近六十五億 這份業績是否OK 師傅 當然是不OK 非常非常之差 因為你看回去年接到去年9月底子的上半年度 他的股東英佔率是四十五億五千萬 現在賺多少 六十四億九 即是你當六十五億 給你多了 即是下半年度賺多少 下半年度 二十億都沒有 是啊 少了 少了很多 所以股價很多時候是走在業績的前面 為什麼他會今年三月開始 由12.98開始見到頂之後 一路那麼弱那麼弱 那麼原來呢 現在大家也看到了 業績出來呢 他是爭收不爭利 因為他的營業收入呢 都還有全年或者是上下半年度去看 都是有增長的 如果看回他全年那個收入 就是一千零 一千零 一千零 八十七億 那麼就按年呢 就增長百分之十四點八 那麼而他上半年呢 四百九十五億 營業額呢 就是四百九十五億 這樣繼來下半年度呢 都有成接近五百幾億 五百幾億 五百九十億 比上半年的四百九十五億是多的 但是呢 股東英佔入利呢 就少了很多 只有二十億都不到 和上半年四十五億幾呢 都差了不少的 一開始呢 以為金價升會刺激他的銷售 的確銷售收入方面見到增長 但是呢 學師傅所說的 為何珍收不珍利呢 再看他的毛利率呢 哇 發現是下跌了九十個點 去到百分之二十二點八 這個大幅的下降 主要就是由於黃金首飾和產品 以及一些批發業務的銷售佔比上升 抵消了就是因為金價上升 以及公司優化定價策略帶來的 這個零售產品毛利率上升的有利影響 就是說金價升呢 其實對於金普來說 都不是一件好事來的 這個利潤不多 不是說 好像那些珠寶首飾 鑽石珠寶那些的利潤就 毛利很高的 但是現在你知道 經濟環境都少了人買那些 高貴價那些的珠寶首飾 那還有一件事還跌得厲害的呢 就是他的派息了 全年派多少息呢 看回他現在來說的話 每股就是三毫子 末期股息每股三毫子 那上半年是多少 兩毫半 兩毫半 即五毫半 但是他上一年派一個二毫二 五毫半減了一半 即是他每股盈利六毫半 看來如果派五毫半的話 那派息比率顯得很高 但是相對於去年實際的數字出來 周大福的派息其實出現了倒退 但是他就這樣說 上個年度 他應該是檢查一下 是不是有特別股息派呢 因為他這次那個派息比率 反而你又這樣說 如果你不計 在2023財年呢 是派到整個股一個二毫子 之前那個派息比率 都是介乎最高的那年呢 2020財年呢 就是83%左右 就是賺一元派八毫三 2021年的派息比率呢 就是66% 2022財年的派息比率 就是74.5% 那今年的派息比率呢 因為現在每股的盈利呢 就是6毫半 65仙 那派5毫半 其實今年的派息比率呢 是高了的 去到成84.6% 好 那師傅既然股價已經率先反映了 他們的業務參差 那就是 都不建議買的了 是不是 股價站在五條移動平均線下面 RSI只有28 那你說我會不會建議大家買周大福呢 嗯 是的 那除了是今晚做得好的手機配件股 還有周大福之外 今天還有一些電力板塊都做得不錯 一會兒看看大家有沒有人問 好 那師傅繼續下去 我們就要解答一下大家的問題 解答問題之前 不如都要交給你開股 今晚你想介紹的股份 是否正正 1415怎麼會留得它呢 怎麼會留得它 我之前有沒有介紹過1415呢 有 好了 介紹過 不會翻丁 是不是先 不會翻丁 之前介紹還有什麼手機概念股 我最近有介紹一下 考一下你的記憶 除了高位 然後是優太科技 然後是小米 然後還有 那天第二天 是星期二回來 今天星期二介紹的那隻 深蟲 不是 經濟通出那隻 我好像沒有抄下 那隻是 瑞星科技 瑞星科技有 剛剛不是說了2018 瑞星科技 你說深蟲 你沒有說2018 那好吧 數數數數數 怎麼可以留得它呢 2382 信譽光學 既然這個板塊大熱的時候 信譽光學 又似乎之前曾經是 上市過50元 近期見到50個師匠班 現在下來 我想 不要漏它 駁它是一個調整調整人員 再衝50元 甚至再試高些 起碼這個板塊是 有一定的熱度 而且它 看回出貨數字都不差的 就是它最近 它還早過 優泰公佈了5月份的出貨數 6月7號 是的 看回它 手機鏡頭 5月份 共是出貨量 達到10350萬件 同比增長9.6% 環比也增長1.8% 車載鏡頭就有833萬件 環比就增長9.9% 不過環比就增長1.9% 不過環比就跌少少 跌7% 那就看回它 其實它的產品主要分 光學零件 光電產品和光學儀器 光學零件就包括有車載鏡頭 車載的激光雷達光學部件 VR空間定位鏡頭 手機鏡頭 玻璃球面和非球面鏡面 和其他的光學零部件 光電產品就有 例如車載模組 VR視角模組 手機攝像模組 機器人視角模塊 和其他的光電模組 光學儀器就例如智能檢測設備 和顯微鏡 其實剛才你聽我說 以往你看水光 很多時候焦點聚焦在 手機方面 但其實剛才提到 車載和VR 那些視角的鏡頭 視角的鏡頭 模組 這兩方面 反而可能是未來 手機現在就大家憧憬 這個回暖 因為AI那個拉動 是在這個 車載鏡頭 是在這個 和VR 對信譽來說 又似乎是 三戰齊法 有三個增長引擎 先看回車載鏡頭方面 因為車載攝像頭 是所有汽車朝向 智能化發展的一個關鍵背置 尤其是高級輔助駕駛系統 ADS 車載攝像頭的成長 是最為迅速的 在2023年 信譽光學的車載鏡頭的出貨量 比2022年增長了大約15.1% 去到超過9000萬件 全球市佔率是排第一位的 並且進一步拉大了 和全球第二位的差距 在產品的更新 替代方面 集團就完成了 1700萬像素的二合一 前視車載鏡頭的研發 這個產品 他介紹可以同時實現 一顆800萬像素前望 前視的望遠車載鏡頭 和一顆1700萬像素的 前視廣角車載鏡頭的功能 可以結合在一起的 另外在波數混合車載鏡頭方面 就是玻璃和塑膠的混合車載鏡頭方面 所以集團也持續推進 對光學結構設計的創新 以減少塑料鏡片 在高溫下 變形 對於光學性能產生的影響 進而實現高像素 波數混合車載鏡頭的應用 同時集團也已經完成800萬像素 波數混合倉內 這個說車載的監控車載鏡頭的研發 好了 在車載光學這個新興領域方面 集團持續在激光雷達 抬頭顯示HUD和智能車燈領域中 挖掘一些市場的機遇 加強產品佈局和專利佈局 尋求技術層面的差異化突破 在激光雷達方面 集團成功研發高精度貼片式的多邊靈鏡 多邊靈鏡掃描模組 以及多款應用不同技術原理的修法模組 在智能車燈方面 去年集團獲得多個高像素大燈產品的定點項目 其中百萬級像素大燈的核心鏡頭產品 已經實現量產 應用於萬級像素大燈的波數混合微結構鏡頭 也已經完成研發 同時集團積極把投影小燈市場 興起所帶來的機遇 機數字微鏡原件DMD方案的動態投影 小燈模組已經是小批量功課 可以實現安全警示、車窗投影、地面迎賓 以及椅背投影等等的功能 最後在消費級新興的光學方面 集團進一步加深和全球國VR的明主國客戶的戰略合作 順利達成了關鍵項目的量產 同時集團在VR近眼顯示相關產品和感知 與交互類鏡頭積極投入研發 佈局關鍵技術和工藝 成為全球知名客戶的首選供應商 這次在說蘋果的 另外集團在AR 不只是VR AR的光波度、光機和光引擎方面 都持著加強研發力度 並提升規模化的產品製造能力 為客戶提供包括AR產品、光學技術 綜合解決方案在內的多種產品選擇 建議買入價46元 目標價看50元 指示位就44元 其實如果以最近手機零部件股那些熱度 我相信它調整完今次 就是近期高位50.04元 下來應該目標就不止50元 有機會甚至升穿50.04元 再看高一點都有機會的 好,師傅既然講完信與光學 我們不如回顧一下2018 瑞星科技 因為今天創了新高 我們要重新定一個指贊位給她 瑞星 Winky媽媽在我們直播上不是說32元 她是32元 是的 Winky媽媽 以RSI和成交 因為昨天回答她的時候 RSI超過80 應該有機會可以回到家鄉 或者接近家鄉 今天最高是31.75元 31.75元 但沒理由這麼快 她吃壺酒的 她肯定是想賺多一點點 買股不是等回家鄉 再上網看多少呢 但是今天成交就縮了 縮了 還有今天的陰陽觸彤 形成一個射擊之聲 可能要先休息一下 現在呢 你不要再上網 你反而看著她 不要跌穿30元 守住30元 那就再上網 如果又能夠升穿32元 再上網就34 32、34 不過我想她可能 因為都幾年羊 先看 6 1、2、3、4 6年羊 6年羊 今天出了一個射擊之聲 可能短線要 加上現在偏離十天線 差不多是超過4元 4個四人錢 偏離十天線 超過一成 對 要休息一下 所以Winky媽可能要等 昨天還有一位朋友28元 你就設定指贈位在30元 好 師傅還有一隻1478優太科技 再更新一下 今天也是近期的收市新高 沒得說了 我們當時給的目標價 4元都過了 下一步 看多少 是不是看4.2 應該就不止了 因為幾樣東西 今天它 RSI雖然未高過上一次 5月的RSI 但成交就創了 所以我經常跟大家說 買股票 你追蹤了錢 今天成交有2410萬股 也創了年內的新高 雖然今天的高位 4.1 還未突破5月見過 5月21日的高位 4.21 但收市價 你剛才指出了 就創了今年的 創了近 今年 真的今年 因為1月3日那天 不是 收3.8.7 1月2日收4.1.8 是嗎 1月2日收4.1.8 是的 4.1.8 它有沒有派息 差一點 創了金 新高 收市價高於5月21日 當日 因為它衝高回落 收不到高的收市價 就落回4元以下 但今天收到在4元以上 接下來應該可以挑戰 5月的高位4.2 升穿4月之後 下一個目標就是看4.3半 好 繼續看一看大家留言給我的問題 其中 因為這群的Post 不太好 大家看不到 可錯 Youtube和Facebook都有 Hello 問問師傅 700反彈只有幾元 他就說 多少錢可以進回 之前373的貨 已經吃了糊 嗯 嗯 那就 一路我們希望它能夠下回 360 但是現在就 跌不下去 但是又升不上 我想你如果是 將它 因為它現在形成一個三角形 那三角形的下降軌 就大概是 三六零 三六零 你預算是 三七零 嗯 三七零 就是在三七零這位 試試買先 那上網呢 就不要看那麼多 了 上網也好 是啊 這個是今個月來 6月6號那次的反彈高位 就是391 所以你先看390 如果能夠突破 國企穩 上一次的高位 391 我們再看看 400元的五月的高位 嗯 370買用什麼位置 指洩呢 可以用回 師傅 5月31號的低位 就是359.8 用360 10元 駁20元都可以 我也是這樣的 策略部署 嗯 好了 昨晚有朋友留言 也想問一下小米 有人問小米幾錢買好 今天呢 那些手機配件股都升上去 師傅 買不買得呢 今天這樣看 小便轉了 不是啦 一早 還沒轉 十七元吧 不是還沒 一早已經是 應該按我們的部署 就買了在那裡等的了 十七元 先前就不買 十七個半 十七元就一直到不到 後來我們上條到 十七個四 十七個半 那 早兩天 是跌穿到到十七元 就真是 如果我們給少少耐性 十七元 他又不是說 exactly 是見到十七元 十七零四 十七零二 低位就是十七零二先 昨天就是十七零四先 差兩個先 和四個先 那如果你十七個半 買了 今天收十七個無錄 你就等了 是 是 繼續等 上網看著多少先 我看一下 我們昨天是買到的 十七個半 不過有些 我們先看 就是 這個月的高位 就是十八個四 二十天現在 也差不多 在十八個三 十八個四的那些位 這個是 這個初步的目標 因為假設你十七個半 買十八個四 都是九毫子 不是說 就是賺很多 那你要他 就是完成這一次的調整 那再上回十九元 那有過半人錢 就接近一成的利潤了 好 另外有朋友問 七八八 中國鐵塔 這幾晚我記得都有答過 這位朋友就九毫子買了 問師傅上網多少 我們昨晚都有給的 逐點逐點看 如果你九毫買 其實現在賺超過一成 之前說過一 只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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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放在 九毫八 嗯 零點九八 另外 有人問八道了 八道買不買好 看圖 都在抹底 師傅 當然是不建議的 不過你要博 有沒有機會有反彈呢 RSI呢 都未出現 你今天 那個市 彈回升 一百七十幾點 他那個 都是升得 一元左右 是啊 而且今天他 升得來都是靠高開 他今天開市價是九十二個目半 比昨天的收市價高開了一個 過二人錢 收市呢 九十二個四個目半 還要低於開市價 就在陰陽足圖呢 都仍然是一顆 陰足的十字聲 如果你問我呢 那些股價 股價站在五條移動平均線以下 RSI只有二十幾三十幾的那些呢 我就不會想的 嗯 好 不想著八道了 有人二三三一了 李玲啊 吃了 想買回 那 八道這樣呢 就是我都說 我尊重每個人有不同的投資風格 那你會覺得他這麼便宜 不買 如果真的升回 蝕底 首先呢 我自己的立場呢 就是說 弱勢股博反彈呢 我常常強調就是 辛苦錢來的 但是如果你 辛苦錢我都是要 想去賺的話 那你就這些位置買了 跌磚九十塊 你就止蝕了 對不對呢 最低九十一個二 我給到你九十塊了 兩個多元錢 但是呢 反彈可能呢 不多了 可能 去到最多都是去回 九十二那個下跌列口呢 那你這些位置 九十四個六 那你這些位置 看九十二個 九十四個六 那你這些位置 大概兩元 跌穿九十元 之前就輸兩個多元錢 都是一賠一這樣 嗯 好 那師傅 跟著下去呢 有隻二三三一理零 那這位朋友 其實是吃了糊的 他就想買回 那但是呢 見過勢呢 其實都還似乎 你吃了糊 我覺得很幸運 那 但是他 我們介紹完之後 他好像到了目標才是 轉弱 那現在呢 股價好像我剛才所說的 是站在五橋移動平均線以下 RSI 又是只有三十頭呢 這些走勢已經是轉弱呢 我就不建議買回 嗯 好 有人問了 反而呢 我們看到呢 這陣子 就是 反而之前 你記不記得 都有推過跟一些 運動有關的 股份 不是2020 2020 很久沒有推 是最近推過一隻 都是二字頭的 跟運動有關的 考你記憶 跟運動有關的 二字頭 嗯 沒有 運動 你得隻 心動的嘛 心動我哪有 心動公司 心動公司 都不是做運動 23310 就是在五月二十一日推介過 什麼啦 那個已經過了一段落 接著 這輪 運動 哪有運動啊 新洲國際2313 算是 算是 他的運動類 特地任你 他就做成衣 他的產品主要分內衣 那些金錢 針織品 和這個 優閒類的服裝 和運動類服裝 其實他現在呢 你看看他 去年呢 他的生意是249億 運動類的產品呢 營業機率是180億 已經超過呢 佔了總營業機率的 百分之二點二 那嚴重 其實他都是 一隻 運動用品的 和運動用品有關的股份 反而你見到他的走勢很漂亮 今天呢 你當是86也對 是啊 今天都高位見到85個家伙伴 之前我們說是看86 那就差5個先 始終都是86元的阻力太大了 師傅那裡多少? 五頂啊 我覺得看他的走勢 這次是很大機會會 真的升穿86就挑戰90元 先看88元 再看90元 逐級去看 師傅還有人問一隻輪的24276 24276就是一隻中心 24276 是小米的認孤症 今天就算了兩成 他四四買的 四千四買 但是你問我呢 就變成了 我是小米的好友 暫時 不是長好友 這一刻 因為之前我都推介買小米 我覺得他都是調整完 有機會將來會再升化 所以你買 看淡小米呢 就跟我的看法有一點點分歧了 那就不要緊的 可能你看到今天跌了多 跌了兩成 他的行使價就是15.13元 都幾價外的 14%價外 要小米的價跌回到15元以下 他才是到價內的 那麼跌回到15元以下的可能性 高不高呢 當然你買認孤症九月到期 就有三個多月 那麼你看著什麼 近期他最高呢 我想你上面就先看這個五仙 嗯 指洍位四仙四買的話 如果15%的話 4400,15%就是3738 3738就是指洩 還有位朋友問聯想992 臨門才是問的 HXHX 10.84 還拿著 OK 10.84 聯想 給個上網位和食股位 指洩 這兩晚也有說 上網位是11.6 指洩 10.84 11.6 就是八毫子 這個就是初步目標 你真的要他 他的走勢 我覺得 和小米也有相似 本身是屬於強勢 但是因為升得多 這下回落就是透氣 透氣應該還有接觸的聲勢 就是有另一浪是可以期待的 所以兩隻我近期都有介紹過 但是大家有沒有發覺 小米和聯想 就是我介紹 我很少 就是我經常說 這些處於調整的股票 就是有時候 它總是 就是你 希望它動 開車 它就不動 不知道等多久 是不是 不過這樣 師傅 我們來說 如果買這個 手機 或者設備股 還有一段時間 就全部的錢 就轉過去炒 那些 這些就要等錢過來 好像都是同一個板塊 那樣 不單止是什麼 總之是所有 調整的股票 和一路 還在走著 升浪股票 你會發覺 調整股票 買的 那個 贏面 就是低 所以很多時候 我喜歡選 正在走著一個升浪 或者準備開始一個升浪 或者已經 形成了一個升浪 我覺得它還可以升 那些是在上山 但是調整股票 始終是由高位 下了一陣 那個不確定性 就是說 第一 不知道它還要調整多久 還要調整多深 還有另外一個風險 就是它根本不是調整 是轉小 就比較多這些的不確定因素 所以你看到我推完 其它一些股票 當然有一些失敗之作 但是有一部分 比如說近期 優太、瑞昇 那些很快就到了目標價 你明白嗎? 我講的意思 它在上升的時候 它很快就到了目標價 但是那些還是處於調整 打算撐它 趁它調整它買回的時候 那等待期 是會給平時 而那類股份 就是在一個上升趨勢當中的股票 那等待期其實是來得久 嗯 等待的呢 我見到這裡都有182 ASM太平洋 連隻再頂醫藥 9、6、8、8都是這樣的 好 182就都穩定的 還有我們昨晚也有說 它除了息 有3千半港元的港幣的息 就昨天除淨 所以你加上去 今天收6.4 其實是等於6.7千半的了 嗯 剛剛說到聯長 用10元做止虧都可以的 另外師傅 還有1347華雄半導體 今天呢 最威是它 好過981 因為呢 有人說它接下來下半年 要加價 一旦加價 那毛利率就會改善 其實我們說毛利率 它是做得好過中心的嘛 我們都說它 不是 我們都看到 我們上次說 它應該是見底了 因為它第二季 預測那個毛利率 比它第一季 高的嘛 那就是說 毛利率已經開始 就是bottom out 它第一季那個毛利率 就是得 百分之6.4 而去年第四季呢 就是百分之4 所以呢 今年第一季的毛利率 其實呢 就已經是開始 升回的了 嗯 那它預計第二季的毛利率 就介乎百分之6 到百分之10 就是有機會去回 如果達到這個 預測毛利率區間的上限呢 有機會去回 見到雙位數的毛利率 嗯 那不是建議大家買啊 你買你都要等它回啊 你買你都要等它回啊 現在它都未肯回 之前呢 十天線都下不了它啊 那之前呢 我們一路都說 華雄半導體和中芯 兩隻比較 華雄是會走得快 因為中芯 始終是 有兩大逆風 昨天一說 美國要限制一些AI芯片 供應給中國呢 雖然呢 這個解讀呢 就是 對 這個 還有限制中國 取得一些AI的技術 晶片技術 那就變成了呢 市場擔心可能 會對這個中芯要發展 如果要發展人工智能的芯片的時候呢 那你有了這些這樣的限制呢 又會變成增加了一些難度 所以昨天的中芯跌完之後呢 今天都還沒上去前日的高位 中芯前日呢 最高呢 是見過18.9 人家的華雄都已經 是 再創今年的新高了 師傅我們開頭看呢 就說 20.8 接著看22 那現在今天呢 最高位24.25都見了 那目標位和策略要怎麼做呢 有些朋友可能就 是啊 那麼 指賺呢 今天收23個目半 指賺呢 我想你暫時 看你買什麼價錢買呢 如果是指賺的話 我會覺得 可以放在22元 嗯 如果還沒買 就不建議買住了 是嗎 真的多了 好啦 好 今天呢 我們節目時間呢 就先到這裡了 師傅請你深度一下 有沒有持有上述廣道的股份 都沒有的 沒有的話我們明晚見 拜拜 拜拜 錄了46分鐘 OK夠了 夠了啦